實在就是SUM 今天我們來到大汗汽車 我們今天聽說這個老闆很厲害 他的車子全部都是自己整理 他也沒有請洗車的員工 讓我們歡迎大汗汽車喜哥 大家好 我是大汗汽車的 做長工的 我今天跟大家來介紹日本的洗車的方法 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洗車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說來用萬靈的油水 來把我們當圈整個擦乾淨 我們這四十分都擦擦 油水稍微讓它吸收進去 我們四個鋼圈都是這樣 同樣的情形就是這樣噴噴的 這垃圾等一下就打開了 那就是說我們要讓車不要滑順到 所以第一個步驟我們先用清水 再來洗乾淨 讓它們的火車 水都來洗起來 再來就是說我們的泡沫 來洗乾淨 整個車這樣 整個鋼圈都來洗乾淨 它要洗乾淨 它要洗乾淨 再來就是要沖乾淨水 全上面沖乾淨下來 它這樣泡沫才會孫 它要洗乾淨 好這樣我們就拿 朝面把它切下來 少許水粉 切成了水 就漂亮了 然後就要捞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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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捋 這個步驟就是把這個鋼仔鋼 鋼仔鋼仔用方向把水轉出來 比較不會有水分 讓它這樣切得越來越漂亮 泡辣也方便 像我們在做的也是要做得很專業 輪胎油也要把它轉下去 加碗別的靈芽就噴光了 再來就是把車打起柚線的 它越悠遜越緊張 看起來越咬油這樣 削車進來 就是我自己來整理 讓車子越漂亮 讓人家的肌越咬油 要車的人就快來大小的車要車 現在為我們大家介紹 這台車是空青年 隨意富 定時的 有IQ 有表有相共的 這台車 一拜之後 都是我一手包辦 讓他這樣 這台車 洗得都默默 需要的人 趕快來大小的車 再買車 讚哦 實在就是 SUM M